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公布,前警务处副处长刘叶成,被任命为临时警务处副处长职位,即日生效。 该编外职位的主要职责,为协助警务处处长处理大型公众活动,及策划未来多项大型行动,包括国庆70周年相关的庆祝活动等。 有评论认为,香港警方此次重召曾处理非法战中,望角暴动的前副处长刘叶成归队,临时出任负责特别职务的副处长,是为了加强执法力量。 据了解,刘叶成本次的临时任期最长6个月。 这次任命后,香港警队史无前例的,同时有三位副处长,显示了香港警方止暴治乱的坚定决心。 现年58岁的刘叶成,因为作风硬朗,刚正不阿,有刚扎之称。 1984年加入警队为督察,2002年晋升为高级警司,2006年晋升为总警司,2010年晋升为助理警务处长,2013年晋升为高级助理警务处长,2016年10月,霍伟认为警务处副处长,直至2018年11月荣休。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,刘叶成在今年6月,曾与多名退休处长及警官致信给警队,未备受压力的战友打气。 据报道,在警队岁月中,刘叶成曾统筹多个大型行动,指挥经验丰富。 在处理大型示威骚万方面,他曾多次担任主将,向2014年的非法战中,2016年望角暴动等行动中,果断指挥行动击败暴徒。 2018年,刘叶成退休前最后一次以警队二哥身份主力香港警察学院毕业礼。 至此时他提到将结束长达34年的警察生涯,感谢警队栽培。 他又提到近年社会环境趋向政治化,警察工作变得具挑战性。 寄予毕业学员以专业态度面对外界意见,虚心聆听,毕业学景含有的,以传统仪式,三欢呼欢送刘叶成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